原民諮商怎麼做 第一次諮商就上手 大家好我是 哈雍劉幹 我來自宜蘭縣南澳江德卡隆部落 在之前我曾經擔任過德卡隆部落會議的總幹事 通常原基法同一事項它的開發的項目 當然當然會希望說我開發越久越好 可是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開發的連線其實關於到說 你自己本身跟你下一代 你如果一下子給他很久的那個連線的時候 或者說根本就沒有連線的時候 你不僅是影響你這一代 你可能甚至影響到下一代 下一代就變成說他沒有一個選擇的一個權利 所以不管任何一種開發的項目 我們一定要給他一個連線 那至於這個圖那個連線 我們通常會怎麼給 以我德卡隆部落為例 我通常都會去參考 那個土地主管機關 或者是事業主管機關 他們一次合租多少年 那比如說我們的原住民土地 裡面有很多林務局的土地 那林務局的土地 他通常都是租給礦場 一租是四年 那如果是原寶地 我們知道他們是一租是六年 我們有一個關店案 那在那個什麼 德卡隆部落 那這個關店案的話 因為他是屬於國有財產局的 租給他們的一租是二十年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參考 土地主管機關跟事業主管機關 他們合給他多少 我們就怎麼樣按照這個年限跟他們談 我們就說你租的是那個林務局的土地 好那我們就跟林管處一樣 他給你幾年 那我們第一次我們就給你幾年 你如果是那個原寶地 那個原寶地他給你幾年 我們的我允許你開財的時間就是那個幾年 如果他不願意跟你簽這個年限 那我們就說好了不要 那就不要了 對啊 我不可能怎麼樣呢 這個土地就從此就讓給你 對不對 從此讓給你 那我們以後小孩子也就怎麼樣呢 也就不能用這個土地 對不對 簽訂那個什麼年限 就是七月年限 或者同意年限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可以的 諮商同意是我們族人的權利哦 大家要好好的把握 如果還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找法律輔助基金會 或者是地球公民基金會哦 人民諮商怎麼做 必是諮商就上手